搜尿 哇辨搜掉了 沒得完了 睡掉了 你好 攝影點點 再按讚 孝靜她也要開始了 有準備好了 大家晚安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托尼蓋設計師Claire 這邊是我們今天的模特爾文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會幫他放入秋冬的流行髮色 然後以及我們會幫他做髮型上面的改變 那我們今天有什麼髮型上面的限制或是想法嗎 我的話我會希望就是頭髮的部分可以在 帶到極尖的位置 那瀏海的部分就是想要稍做一些調整 那極尖的位置的話就是會想要 有一點點的長度還是可以扎馬尾的嗎 對 因為我上班可能工作需要 那我幫你看一下我們可以調整的範圍 那你在極尖這個區塊可以綁起來有一點小馬尾的話 因為像是以你的身形比較瘦一些些 其實我建議可以讓他有點碰肩過肩的長度 那可以運用一點些許的層次 讓他的髮尾有收進來的效果 那當你自然吹乾的時候 他收復進來的效果 就不會有太過於寬的形狀擺在我們肩膀的位置 我們正面看起來會是比較窄長的 那主長部的部分呢 擺放到前側就會稍微像這樣 過肩前方一點點的長度 那會有一點點的短置長 是一個比較窄版的long bob的形狀 看起來視覺效果會拉的比較窄長一些 牛海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可以調整一點點的長度 也會讓我們側邊多一點髮絲感 那正面的輪廓就可以收復的比較近來 會有一個縮小臉的效果 也會讓我們輪廓線條比較柔和 五寬看起來會比較立體一些 OK 大家剛剛有看到我們在溝通的畫面 那通常在現場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去疑惑的就是 我到底適合什麼樣的髮型 或者是我剪什麼樣的長度 可不可以 但其實我們會在溝通的時候 或者是一開始在諮詢的過程 會了解顧客的整理的習慣 生活的方式 甚至是工作的場合等等 這樣子在放入髮型的時候呢 會是比較符合我們自己本身的需求喔 那像我們剛剛有去討論到 我們想要把長度的部分設定在極尖 過肩膀的部分 如果完全是沒有層次的形狀 放到正面的時候 他在這個區塊因為會放在肩膀 所以其實正面看起來 會有一點比較寬的感覺 所以我才會在溝通的時候 跟model建議可以末端的地方 我們放入些許的層次的形狀 讓他正面會有一個比較窄長 收進來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會先去幫model定我們的髮型的主要長度 那像我們近幾年啊 都會有一些比較偏長包裹的一個款式 那像我們在平常在選擇的時候 可以有哪一些重點呢 那大家可以先去考慮到我們本身的髮質 那像model本身是比較偏細軟髮 那像大家有看到我們剛剛在做剪裁的時候 我們的切口不是採一個完全平的切口 因為我會想要讓model整個完成之後的髮型質感 是相對比較柔和一些 所以今天如果說我們想要剪完的long bob的感覺 是比較有個性的 當然我們可以選擇用齊的切口 走一個很歐美很個性的感覺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走一個想要有一點柔和的效果 偶爾想要來一點隨性的指法 偶爾上一點捲度的時候都會有一點線條的感覺 我們就會在末端的地方做比較柔和的效果 所以像是剛剛在我們有看到的點檢的部分 會有一些切口的形狀 如果你今天是屬於比較粗硬髮的朋友 但是我們也想要讓髮燒的末端比較有柔度的感覺 也就是你平常吹乾完之後不會厚厚一塊在這裡 那可能除了在做點檢的部分之外 也會做局部的曲量的方式 那那個曲量的話記住不是用打薄喔 因為如果是打薄的話它會從內層飛出頭髮出來 那曲量的話會主要是在頭髮的中部段的部分 些許的去除掉一些些的髮量 讓頭髮我們放下來的時候會自然包覆進來的效果 這個在中長髮包勃的一個髮型上面 可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喔 像是我們剛剛這個Model的Go Home的過程中 會想要有一點長度 會想要有一點長度 所以會讓它有一點過肩的範圍 那像如果今天我們想要做到比較多的修飾點型 比如說可能腮幫子稍微比較明顯 或是圓臉的女孩們 我們可以考慮把我們的長度的部分 稍微縮上來一點點 稍微在脖子一半的部分 因為這樣子會有更多的髮絲感 在我們正面臉部的輪廓的形狀 這樣子在這一塊做窄身的效果 就會更明顯喔 接著跟大家分享在秋冬必備的 這就是我們的髮色啦 像現在天氣逐漸的轉涼 各位朋友們有沒有像我一樣 忍不住想要買一些秋冬的彩妝單瓶呢 像是眼彩啊唇彩這一類的 都會想要來一點南瓜色 豆沙色焦糖色的色系 去完成一些比較溫柔感的秋冬妝容 那像是這樣子的妝容啊 其實啊克萊爾教你一個更棒的一個完妝的方式 就是換上我們的髮色 讓我們在平常不管是搭配什麼樣的秋冬妝容 甚至你不化妝的時候都可以氣色滿分喔 秋冬髮色推薦第一個 焦糖橘棕色 偏橘的色調帶入一點米色的色調 在陽光下會有一點橘棕色的感覺 室內又會有一點焦糖棕的效果 是一個極度顯白又不會太過高調的顏色喔 像這樣子的髮色呢染在我們的身上 可以讓我們的秋冬感覺 視覺上看起來整體的妝容 以及我們的整體效果是比較溫暖的感受喔 這樣的髮色啊 就算在家不上妝 也可以有自帶腮紅的感覺喔 那像韓國也有許多女性染過這樣的髮色 像是韓素希 傑西卡 泰妍 李聖金等等 染了這樣子的髮色 可以有一個自帶仙氣的感覺呢 這個髮色放在我們的身上 不管是搭配什麼樣的妝容 都非常的百搭喔 秋冬髮色必然推薦第二個 深巧克力棕色 最百搭最好駕馭 可以有成熟又有氣質的髮色 就非他莫屬啦 在陽光底下會有點焦糖般的色澤 可以讓我們的黃肌膚呢 顯得比較白 比較明亮一些 是黃肌女孩最好的選擇喔 那如果說在室內呢 他是一個低調又有氣質的髮色 不管我們在什麼樣的工作場域 都是非常能夠加分的喔 如果說想要來點小小不一樣的設計呢 我們可以加入挑染的方式 讓整體的髮型更有設計感 可以多一些立體的感覺囉 像是韓國也有許多女性染過 這樣子低調又非常有氣質的髮色 像是宋志肖 浦敏英 浦信惠 這樣子的髮色放在他們身上 也是仙氣十足呢 好 猜猜看今天要幫model 放上什麼樣子的髮色呢 完成我們今天的髮型囉 這次我特地把model帶來創面 給大家看一下肉眼 真實看到的顏色 那像剛剛有提到 我們這次要幫model換上 是秋冬的流行的髮色 是焦糖橘棕的顏色 像這樣子帶一點橘色色調的髮色啊 像這邊比較偏室內的光澤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有點咖啡棕的感覺 那側邊這邊在我們窗戶光的感覺 會有一點帶橘色的色調 那像這樣子的色調呢 你不管是有化妝沒有化妝 氣色都會非常的好看 那有上妝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去搭配我們 比較秋冬的妝容的時候 都是非常百搭的喔 在我們的側邊的後腦槽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圓形的弧度下來 讓大家看窗戶光這面 就是它會有一點點 側邊往前的這個弧度線往前 所以它會在我們的 不管是側面也好 或是後面也好 都會有一點比較窄長的形狀 那後腦槽的這塊的弧形度 也會比較鬆一些些 不會是太過於平面的感覺 那像我們到側邊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收窄長進來的效果 所以正面的效果你會發現 在肩膀這個區塊它會很自然的收覆進來 這是這樣子的髮型 一個非常好整理的地方 因為你吹乾的時候 你只要頭低低的 吹風機由上往下吹 把它往內撥 這兩塊就會是收進來的形狀 就不容易堆出一個重量感出來囉 那像我們剛剛Model 也有提到比較困擾瀏海的部分 那像瀏海的部分 如果長期都是屬於會分在同一邊 或者說是髮流很固定的 我們會建議先把它往反方向的地方吹 然後再把它撥回來 那在前側內層的地方 我有幫它做一點點 小小空氣瀏海的我們設定 那讓它如果說有想要做一點 比較偏可愛的感覺 可以把空氣瀏海部分往下吹出來 那如果沒有我們今天想要做旁粉的話 像以這樣子的髮量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做旁粉 它一樣可以一起撥過去 就可以做一些不一樣造型的變化囉 幫Model換了一個加入彎度的造型囉 其實像這樣子來到Lone Bob的長度 我們可以在前側以及表面的地方 加入些許彎度 整體的感覺又是不一樣的風格 像剛剛會稍微比較有一點個性的感覺 像這樣子的感覺會比較有一點溫柔柔軟的效果 所以像看到我們的兩側側區 可以從瀏海的線條一直到側邊的長度 都是有一點點弧度的形狀 那來到側邊以及後面的弧度 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走一點比較柔軟的線條 那如果說你想要每天起床都是像這樣的造型 這個弧度也是燙得出來的喔 你好 點點 這裡點點點 點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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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按讚 哈哈哈哈 滴倒 滴倒滴倒 你摸 哇 滴了 沒得完 滴掉了 對 要記得按讚訂閱喔 funciona lectricSS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Claire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